大家好,今天我们做一个香蕉蒸蛋糕 今天这款香蕉蒸蛋糕非常的简单 可以用蒸的方法,也可以用烤的方法 香蕉压细 放入40克到50克左右的白糖 压细以后,放入80cc牛奶 不喜欢吃牛奶的,可以用豆浆来代替 然后给它加入一个打散的鸡蛋液 接下来放入150克面粉 再加入6克左右的泡打粉 充分的过筛到盘里面 翻拌 最后加入20克瘦蓝油 翻拌 放进烤箱烤,装到容器的8分板就可以了 我们将剩下的面糊放到这个杯子里面 烤箱预热好以后,快速的放入烤箱 170度的温度烤30到35分钟 烤的这个果然不一样,烤的太凶猛了 蒸的这个蛋糕,就是锅里的水开以后再放入 一定要把水烧开以后再放入哦 开大火蒸10分钟以后 关火 让它焖个5分钟以上 如果不焖的话,开盖子它就会回缩 这边蒸的蛋糕已经蒸好了 现在已经不是那么烫死了 取出来 其实蒸的蛋糕也非常的好吃 非常的蓬松,轩软 它里面是香蕉哦,你看 做一些想法